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歌坛中立足六十余年 刘福祝的音域很广 从乡土歌谣到流行歌曲 它都可以转换自如 演唱起国语流行歌的时候 也总能有自己的风格 刘福祝音乐底子很稳 15岁征战电台歌唱比赛 后来又跟着大师刘石学习演唱 哪怕在服兵役期间 刘福祝也没有放弃练习唱歌 退伍后又考入了中广南歌星 接着开始出唱片 正是开启《娱乐圈之旅》 多年的音乐生涯中 刘福祝也斩获不少的奖项 获得过金曲奖作曲奖 还获得过金钟奖主持人奖 哪怕已经入行很多年 可依旧活跃在荧幕上 至今仍旧坚持录制唱片 没有退休的打算 此前刘福祝还出版过书籍 记录自己出道之后的点滴生活 或许是年纪上涨 他对孤独的思念之情就欲慎 还特意回到家乡拍摄纪录片 回忆自己小时候的事情 年轻时候的刘福祝也被大家称之为尸奶杀手 曾迷到不少的女粉丝 可以说 刘福祝见证了台湾乐坛的发展 除了在音乐领域有建树外 刘福祝也涉及到影视领域中 参与过不少电影电视剧 还和于天主持过综艺节目 可以说是全能型艺人了 在圈内有很深的资历 和同期出道的艺人相比 刘福祝确实显得非常特殊 至今更活跃在舞台之上 对音乐充满的热情 在金钟奖典礼上的演出 更是用实力向观众证明 它是当之无愧的不老神话 不过看到刘福祝已经八十多岁 依旧每天为工作繁忙 外界为此也有许多猜测 有自举办演唱会之前 刘福祝忍不住调侃道 自己再不拼命工作 可能就要吃不起饭了 过前彩排的时候 刘福祝不禁感叹道 台湾的民谣创作已经断层 他无奈地表示 自己不仅要唱还要写 由于疫情的影响 歌手们的表演的机会有限 自己也是抓住机会试试水 等度过艰难的日子后 再看要不要增加演唱会场次 回忆起出道来的往事 刘福祝感慨说当年实在太穷了 没钱吃饭坐车 无奈之下 把两百多元的吉他拿到当铺去卖掉 后来也没有把钱赎回来 这成为刘福祝的遗憾 直到歌曲唱红之后 刘福祝的生活才逐渐好转 在他当红时期 恰逢台湾歌厅秀全胜阶段 为晚跑时唱秀不成问题 那时刘福祝一天挣的钱 都能够抵别人整个月的薪水 刘福祝表示 那时候都是拿的现金 经常一袋一袋装起来 秀场结束后回到家中 基本上每天都有万元以上的收入 这让还有些年轻的刘福祝 认为钱真的很好赚 毕竟自己几个月挣的钱 就可以在台湾买大房子 那时台湾经济正飞速提升 房价还没有上涨的太恐怖 刘福祝的妻子就经常喊着他去看房 刘喜欢的就拿现金买下来 于是刘福祝便接连在台北市购置房产 先后买下多座房子 不过多年积攒的房产 都在刘福祝选择做生意后 被赔掉了很多 提到这段经历 刘福祝悔不当初 表示都怪自己当时太笨了 要是乖乖把挣来的钱投入房产中 估计在台北市都能攒下楼了 原来让刘福祝后悔的事情 就是年轻时跟风倒腾兰花 早在上世纪70年代 台湾开始风行兰花 当时刘福祝有位朋友 开有兰花店 于是就花了一万五千元 在朋友那买了一盆兰花 没过多久 就有人花15万的高价 将刘福祝的兰花买走 初次尝试到投资的甜头 则将有朋友在旁边推荐 把兰花买回家之后 不仅看着赏心悦目 还可以卖了去换钱 被投资心理所引导 刘福祝开始花大价钱买兰花 就连一颗牙两千多万都甘愿掏钱 由于买了太多兰花 他在新生南路卖了房子 打算盖个温室来培植 全盛时期 他养了上千株兰花 经常和刘福祝同台的一人 曾说过那时去秀场 每周总有好几天看不到刘福祝 基本上就是去看兰花了 对此刘福祝表示 兰花好看又安静 从来都不会吵到自己 和兰花待在一块非常安心 可开心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 本以为可以靠着兰花赚钱 没想到有人用科技兽粉混种 很多原本名贵的稀有品种 也变得十分常见 花架一夜之间陡然下跌 原本刘福祝也听到了风声 可没有及时撤场 对兰花还有些信心的他 还在价格崩塌的时候 专门下场去捡漏 刘福祝不善于卖兰花 导致很多品种都没来得及出手 结果越赔越多 最后惨赔了至少有上亿元 无奈之下 刘福祝只能变卖台湾的房产 把房子一间一间的处理掉 刘福祝曾说过 自己不愿意欠别人的钱 原来说的是多少 哪怕倾家荡产 也会把钱还回去 投资的短暂利润 让刘福祝一时昏了头 冲到兰花的大海里面 等到花架崩塌的时候 才更加深切地明白 还是刘瀚努力挣来的钱 才是最稳当实在的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 刘福祝懂得先把本职事业做好 至于投资的事情 一定要详细了解之后才能碰 如果不懂的话 千万不能脑袋一热就投资 投资兰花的时候 刘福祝自认为眼光精准 曾有人花7万 想买他的兰花 久过三巡之后 他当场就直接答应了 都不等价钱再往上涨涨 这因为刘福祝认为 做生意就要果断一些 不过后来赔钱之后 还坦言自己没有那方面的能力 所以最后赚不到钱 就像刘福祝说的那样 年轻时赚钱太快了 什么东西都敢去投资 反正钱没了还可以再赚 结果就容易掉进坑里 其实不只是刘福祝 同时期很多艺人 都遇到过类似的经历 涉及到自己不了解的领域中 稍有不慎 就会把钱赔光 在交朋友方面 刘福祝也有自己的感悟 认为朋友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有眼光 品格好的朋友 所以影响到自己的人生 尤其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 朋友会及时 事与援手 在投资兰花的时候 他曾被朋友骗了一百多万 那位朋友说有稀有品种的兰花 还把照片寄给了刘福祝 可等到兰花到手之后 却发现时务完全不是说的那样 可此时朋友消失得无影无踪 想要索赔都找不到人 出身于微寒之中 好不容易在歌坛 站稳脚跟 也遭遇过朋友的背叛 可这些难挨的事情 在刘福祝口中 却云淡风轻 直言自己其实看得很开 老天赏给自己唱歌的天赋 这就是吃饭的本领 钱没有还可以再挣 多唱了些歌不就有了 谈到对人生的感悟 刘福祝笑着说 无论任何烦恼 只要五分钟就会忘掉 没有熬不过去的事情 本着积极阳光的心态 刘福祝除了致力于音乐事业外 经常会提携后辈 当年就是他带着于天进入秀场 提到这段有趣的过往 他表示当时 有经纪人包场包秀 可是苦于找不到主唱 刘福祝就说 推荐于天试试 正是这次提携 让于天顺利在娱乐圈走红 从一个礼拜唱一天 到一个月唱十几天 慢慢积累了名气和粉丝 后来刘福祝还帮于天谈下 十几万一档的顶级架码 于天成为后来的秀场天王 这其中 刘福祝贡献很多力量 在歌坛摸爬滚打那么多年 刘福祝也经历过事业低谷期 他始终都保持着 能唱就唱的心态 在音乐上绝不松懈 他的歌唱尽了人生百态 总有效对人生的情绪 生活中的刘福祝也是如此 对待身边的人始终带着笑容 在音乐上不断贡献热情 很多和刘福祝相处过的艺人 都称赞他为人和善 私底下性格很好 不过在有些事情上 刘福祝的态度却非常坚决 此前他曾被提名 金举特别贡献奖 可是刘福祝却直接拒绝了 没有别的原因 刘福祝感觉 今些年的竞赛规则 在自己看来并不合适 直言如果没有到那个程度 就算有幸拿了奖项 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还提到有些获奖的人 一生只唱红了几首歌 而且连自己的创作都没有 就那样站在台上唱唱歌 便可以拿到终身贡献奖 还有些歌手 已经几十年没有出现在舞台上 又弹劾终身做贡献呢 接着刘福祝又提到 自己唱了几乎一辈子歌 创作的歌曲并不少 也有很多歌曲引起过轰动 可却从来都不在 对方的考虑范围内 完全没有去追逐的必要 如果本身就没有意义的事情 为什么还要去参与呢 既然这个奖不够格 自己并没有太多的执念 哪怕已经出道了很多年 刘福祝依旧没有忘记初心 无论对人生还是音乐事业 都包含着热血和真情 刘福祝喜爱在舞台上唱歌 把那些用精力和感悟 补写出来的歌词带给观众 同时她的那份赤子之心 也不愿让她屈服于 不公平的规则 愿意为了自身的梦想 勇敢说出内心想法 这是刘福祝作为歌者的坚持 也是她对人生的态度 希望未来 刘福祝会创作出更多优秀歌曲 在梦想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